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新种的这一棵澳洲食物 我种这一棵澳洲食物感觉很惊喜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我才种了四个多月 我八月份才拿回来种的 现在是十二月中星 它已经开花了 四个月而已 我拿回来的时候它柱子很不好 因为我朋友只是给它种在室外 每棵柱子都像这样子 叶子黄黄的 我回来的时候就给它 用这种树皮种植 纯树皮 下面这个水苔是我后面才加上去的而已 因为我们这边很干脏嘛 然后我想加点水苔保湿 是一点点而已 它一共给我的七棵 结果呢有六棵长了花梗 只有这一棵秃头的这棵没有长而已 它没有长任何新的苗 只是每个花都有出花梗 而且澳洲食物它跟其他的胡铁蓝不一样 你看 它这个是五个花瓣 然后这边这个很长 有点像倒过来一样 它的味道很香很浓 你不能 鼻子不能凑进去闻 太浓了一点 不过呢 这个呢 如果放在室内呢 等到它盛开的时候呢 满屋的花香真的很舒服 应该是 我是喜欢花香的人 澳洲食物呢 真的是一种非常好中的食物耶 我拿回来的时候呢 因为那边 那个时候呢 我们这边呢 天气还可以 不是 是热的 然后呢 就是晚上不冷 所以呢 我一直给它放在室外 有闪光 没有阳光 没有紫色 只是上个月呢 我们这边天气已经很冷了 我才给它移到室内来 它在室外的时候呢 我就其实就有 到 九月混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有 好像有一点点 要长势 长花牙的感觉 然后呢 上个两个礼拜呢 都已经看见这个 像这种 这样子 然后呢 现在呢 已经是开放了 非常非常开心 我现在应该有 澳洲食物有 三四个品种 不一样的品种 都没有名字的 除了一颗是我自己买的 其他的都是 朋友送的 或者呢 或者呢 有时候呢 也会跟人家交换呢 跟那个男友交换的 你看它现在你看 哇好可爱哦 你看这个 真的非常非常可爱 很开心 我这个呢 应该会可以 到时候呢 会给它再 还植一下 这个确实是我很喜欢的 一个一种花 而且它澳洲食物来说呢 它这个食物 已经算是 已经那个花朵 已经还算是大的了 有的澳洲食物的花朵 更小 好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